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好啊 咋了 我说你这 你咋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呢 人家余闷在被窝里 你不懂啊 床上走起来 王爷说他要娶你 让我给拦了 这事不行 可 可啥呀 我不能让你嫁给他 你是我们师家的人 那土匪想干啥就干啥 他说娶你就能娶得成 没本 可我要嫁给他 啥 我为啥不能嫁给他 多哥 冯爷是条好汉 嫂子 她 嫂子就得守活寡 她是土匪 对 我就是要嫁给土匪 还要名为正娶 嫂子 你不能嫁给她 你不是说一直给我当嫂子吗 是 嫂子一直是多哥的嫂子 Like in propri Sept 嫂子残暴 你哥 资伙了那么多年 后来守寡 守了这么长时间 对 连个交心说话的人都没有 这人人 我肚子烟 这都是你嫂子的命 你嫂子认了 可你嫂子好歹是个女人呢 我 我 这针尖牌坊 我不要了 多哥 我真有事想跟你说呢 啥事 说 乔治万找到了 他在西安呢 我可以唰 o 我搜狠 我可以唰 然后你早都走 谁吃饭的 不吃了 那那泡沫 这万福刚送来的 我能吃吗 那你吃吧 你好像挺能吃的啊 一六月 你打算留在这儿吗 我 不留 那你走 一六月来了 德哥 老三 我是来跟你们告别的 这不 又吃了老三一碗泡沫 多走底是底肚 我不在华夏 告别 你要走啊 嗯 你着我什么急啊 你先别走 为啥不走 摘着摘着摘着 碍事 反正是似乎 也安顿下来 走吧 走了也好 别走 咱还得一起打回去呢 一六月 你帮着我们都跑了出来 你也救了我嫂子 那我们全家都得谢你 你不能走 我没干啥 谢啥呀 我算啥 我就是个屁 你 你是咱敬阵的大英雄 屁英雄 有啥用啊 能比得上人家逢野啊 人家是头 官大 小势力 我就是个小警察 他想取十四孤 他就取的 我三个屁 就会点炮的 哎呀哪能跟人家的胆子比啊 半夜三更敢写标语 写标语 写标语 他 啊 不对恶有恶报吗 那两笔烂字吧 谁 谁不会写啊 以后我写满了他 那两回 都是他写的 第二回 他写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我不都替他瞒了吗 嗨 这闹了半天 那第二回是他写的呀 我以为刘已不刷的呢 哎 不过他倒是做了不少好事啊 我倒是觉得这个冯野 还算仗义 那行 既然这样 咱都留下 客厅 有什么喜事吗 没有 是这样 牧师子在家里备了酒席请我去 也想请您同去 不知司令是否愿意赏光啊 牧师子请客 有什么由头 也许是为了缓和矛盾 为了建学堂有求于我吧 不过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 仓库里的许多重器 还需要他来帮忙见别 不妨沟通一下吧 去他家 我跟他说了 让他亲自来一趟更显诚意 他已经答应了 一会儿就到 好 那我也衣着得体一下 这儿王子 有 把我的新军服拿出来 是 司令啊一向颇具匠门风动 应天由衷针佩 邋遢的军队形如草寇 是打不了胜仗的 是是是是 大师请啊 请请请 药给你送来的 用不用啊 随你 雀传狗 分一下分一下分一下 不安选什么呀 痘荽啊 打一看吧 大哥 这痘荽一打啊就嗓的 我叫你打开 走吧 等一下 有 有人 出来 别动 你看 怎么回事呢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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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出来 出来 我们回这儿啊 有人 你这孩子 钻这里边干扰 快出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这是你玩的地方 我告诉你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不许乱跑 赶紧回家去 这个弹孔 是石头哥留下的 也不知道他到外边 能干些什么 好 他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司令 牧师子来了 让他进来吗 请吧 好 司令 牧先生 应天 别人在寒舍略备薄酒 还请二位赏光 请坐 请 本来嘛 我想过去请您 您来了 省得我下请柬了 啥 给我下请柬 谁 当然了 今天我生日 你过来的时候 也看到了 弟兄们正在操掃着呢 请你来 是想续一续 谈一谈以后的事 是这样啊 那师父可以也到我家中一坐 也算是 实在走不开 改日吧 司令 不如去 使此一片好意吧 改日一定去 一定 好 改日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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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 伯娘 tekn行 选择 静警官 沐先生 早 ions 出去那儿 没出去 小喜呢 我刚才送她回去了 孟先生 你也别急 过两个 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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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哥 我先去闯一闯 如果闯不出来 算我没出息 如果闯出来了 将来有我一口饭吃 有你半口 孟先生 林所长 孟兄 孟先生 孟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件事我想麻烦你 你说 如果以后见了石头哥 请把这个交给他 文书就这两个字 对就这两个字 让他好好领悟领悟 好 我一定想办法交给他 吴先生 你自己也要多保重啊 告辞了 告辞了 师资还有一事相求 肯定大师再次施以援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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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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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进去找点 不行 沐先生 先生不喝呀 也好 也好 彼此彼此 你我一茶茶酒 沐先生不喝酒 那怎么能行呢 我习惯先谈事 后喝酒 先谈事 什么意思 沐先生的意思 是想先给司令和诸位 展示一下礼品 祝贺 祝贺 沐先生 太客气了 来就来嘛 还带什么礼物 好茶 这件器具 虽古旧 但价值不菲 我考虑了很久 我考虑了很久 决定不再收藏 面得招有 屠神祸乱 这次即日 不如将他赠予 有福消瘦之日 他有了归宿 我也了去了一桩心愿 沐先生信礼 也算是给靖镇的名流 抛砖引玉 那沐先生 要不到台上展示一下 就在这儿嘛 洪大师说得对 还是到台上去 让我们见识见识 合适吗 在我这儿没有合适不合适 我等拭目以待 先请请 也罢 准备 你可想得到 他们感到得到 每周都有一家 都有关照的 恐怖 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某死得其所 木某愿慷慨赴死 想死没那么容易 戏刚刚开始 我怎么能让他玩呢 我要陪着你把他唱当地 总得给靖镇的人一个交代吧 交代 我当然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方言几百里的人要问了 靖镇的地下出了那么多宝器 谁想的吗 谁帮着妈的 谁鉴定的 谁卖的 难道是洪大师 如果是洪大师 那他背后的幕僚是谁 难道我不该给世人一个交代吗 那好 一会儿当庭对质 没有机会 老东西 你不会不知道的 人或御职 百收徒序 人或牌职 半年令 让靖镇的人一看 原来一向清高守洁的牧师子 牧先生原来是这般的祸子 人 都是爱看热闹的 管他是不是真的 说多了 听多了 就信了 这个苗 你算落下了 这是有什么 枪是旧的 但还能用 梅庄嫡伙 怪不得不想的 他请你我去赴宴 准备的就是这个 把这个老贼押上来 快走 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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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追上 追上 都看清楚了吧 这个老贼 我从石老娘倒结谷 被本司令预举拿下 但是 一件重要的宝器 却不翼而飞了 石老娘 这个牧师子 按理说应该当众吊死 是 我不能这么做 我有某人 一向尊重读书之人 我决定 放得一条生路 我的 看的 他在砍了 他这次太阳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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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有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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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事吗 梅儿 我是来跟你和多哥道别的 你要走啊 跟半先生一块儿走 我们去西安 多哥呢 好 好 好 睡觉呢 天亮才睡着呢 以后 你们要是去西安 一定去看我 好 梅儿 你等我 我送你 好 那你跟多哥说一声 我就不跟他道别了 找到这边 雷先生 您把这个拿好了 老三啊 你把这鬼给我了 当初已经答应给您了 这不能反悔 再说我也不懂 更不收藏这个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呀 云梅啊 咱们上车吧 嫂子 我走了 云梅 云梅小心啊 多哥 干啥 从今儿起 我跟你住一屋 你睡我这儿 我得看着风雨 我来吧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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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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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死人手里 抓着的宝器 从文史上估计 是秦的 以前我见过此类的 青铜制品 只可惜秀实得很厉害 而这件御剑桥 我还是逃一回见到 于知上乘做工讲究 尤其是做工的难度大 您看 这分明是一块完整的料 刀草只能从这个断面掏进去 但用啥工去掏 怎么掏 掏多久 这可就是学问了 于知是脆的 稍有闪失就会锻炼 前功尽弃 那么这件御剑桥 又是从多少件失败物中 侥幸诞生的呢 这上面的字 和那把匕首上的字 一致对不对 对 就是说 剑和鞘是一套 我试过将那把匕首插进去 但没成 要合不上 那也就是说 不是一套 也可以理解为 我们手中的那把匕首 是假的 假的 毋庸置疑了 我给你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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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啊 现在进城 还 还长吗 不管了 不管了 嗯 现在没看城外那些 那个少港都撤了吗 撤了 撤了 老娘 你 你咋回来了 游司令啊 来坐坐 你不愿意 哪敢哪敢 您请进 请进 咱们就不绕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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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十两间扫子这一把 很地道 但你还是露馅的 这不怪你 功期短 慌里慌张的 自然不能精益求精 有点瑕疵在所难免 但你 尚有潜力可怕 是吧 是是是 不不不 我 早就携手不干了 再说我这手艺已经不行了 你别这么说 你家三代祖传的本事 方圆几百里是有名的 我就是想看一看 这假的 怎么会变成真的 假的 就是假的 放屁 你放心 有我呢 这一来 没人敢动 二来 这事儿 你知我知 三来嘛 我不会亏待你 这是定金 够吗 我 事成之后 再加一倍 我要的是一把 能瞒过洪应天的 荆轲匕首 这件事 你能做得到 司令 洪应天老英眼 我哪对不了他呀 这是 能瞒过老英眼的 也只有你了 实话告诉你 青铜匕首 然后还有一件一件鞘 这件东西 已经落在我的手里了 司令 咱 能不能说的别的事儿 别的事儿我都能答应你 你 司令 公司令 你 你饶了我 你饶了我 饶了我 你饶了我 听着 要不就拿五十块大洋的定金 要么就吃枪子 你选吧 什么也不行 不选 不选 我数到三 一 司令 二 司令 这样做 就对了 坐吧 你 坐吧 你看看 你还需要什么 御剑鞘 好 我可以借给你 我们是君子协定 说话得算数 做好了 大洋加一倍 做不好 子弹加一倍 从脚直到打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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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